SD是我们给学校他们的一个代号 标记紫斑碟记录迁徙行为 保育人员形容捕获到这一支SD127 像是重乐透 其实很辛苦 大概11年 大概十多年 才等到这一支的再捕获 再捕获的一个记录 台湾紫斑碟有四种 是少数能够以乘虫方式越冬的碟类 冬季在南部山谷群聚 清明节前后往北飞繁衍下一代 其中一条路线从茂林 经台南嘉义云林林内八卦山 再到苗栗竹南 衔接成特殊的跌道 以前我们都是用眼睛看 觉得说它是从南部飞过来的 那到底是哪个地方飞过来的呢 一些都是用猜测的 那今天看今天捕获到这一支 就是一个实质的证据 紫斑碟从何处飞来 过去大多是推论 这支SD127飞了66天 距离大约100多公里 这一趟长途之旅 确切印证了迁徙路线 让保育之工非常振奋 此外国道互叠计划也同步进行 蝶群每分钟流量达到250之时 国道外侧车道短暂封闭 保护这一群教科 大约新闻云里